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可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哦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秋裤的来历吧 其实秋裤一开始是欧美地区流行起来的 很早以前秋裤还是连衫裤 后来人发现连衫裤穿起来十分的不方便 就改版成了现在的秋裤了 既然是秋裤的起源地 欧美人怎么反而不穿秋裤了呢 因为现在欧美人几乎家家都有汽车 出行根本不用在外面走 车子里就很暖和 在家里的时候也有很好的保暖设备 冬天都有很舒适的温度 所以根本不需要穿秋裤 还有一点 欧美人觉得穿上秋裤很傻 让人非常不自在 小编觉得还是保暖重要啊 大家都知道欧美人毛发特别旺盛 所以他们的腿毛很多 穿上秋裤之后会出现腻毛的情况 让人很不舒服 就算是动物也喜欢顺毛 你顺着毛摸摸它们的时候 它们会表现得十分温顺 更何况是人呢 所以我们看到的欧美人基本上是不穿秋裤的 但是在中国穿秋裤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冬天保暖防寒的措施得做好 当然也有一些小姐姐为了好看不穿秋裤 而是穿短裙 这样的情况不会被妈妈骂吗 毕竟有一种冷 叫做你妈妈觉得你冷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和小编一起讨论哦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